请问一下你这样子你这样来去比 因为我画这张图就是为了要去讲说 你看2021年对不对 2021年我们针对各国的进口国家需求 前三名是没有改变的 可是比例改变了对吧 比例 你看哦 针对整体来说15 12 好就这两个是超过10%的 可是到了2021年 对中国的需求增加 对日本的需求降低 可以吗 然后对新南向18国再增加 稍微了解这件事情 好了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16机械类一直都是很主要的 好然后这边这样子来去看 你会觉得说 你有没有发现2021年原油缩小很多了 有看到吗 有没有 好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呈现不好 建议还是把它改成百分比 好所以油标落在这个地方 油标落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请把这个进口金额改成什么将只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然后你只要看那个下面的浅色是历年 对不对 历年的一个表现 然后如果有超出的那就代表是增加嘛 对不对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方式我觉得会比较容易去说明 说明什么呢 2021年对原油的需求啊 他其实是在减少的 进口需求 他是减少的 对不对 这样就很容易去说明了 那2020年全球疫情期间是不是也是请大家尽可能的待在家里 对不对 好 所以原油的需求也是减少的 那你再继续往前看 2019年呢 有看到吗 他虽然有在减少 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有什么替代能源 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那个风力发电 可是基本上来说 绝对不是像那个有全球疫情跟本土疫情的时候 这样可以了解 那个比例上面是有改变的 好 那你如果说再比最早什么2010年的时候 你看原油的需求是增加的 有看到吗 这样听得懂意思 我现在主要是要告诉你 这张图叫做漏斗图 建议也把它改成比例 这样方便我们来去说故事 可以理解 就是请把这个值改成总计百分比 还没有结束 请你们现在动手买去做 请现在动手买去做